来 来 慢点 妈 来 慢点 放开 你不能这样 就算你女婿做得不好 不让你满意 你得为我想想啊 你整天跟他们说 我是你儿子 我是你儿子 你真当我是儿子的话 你得想想我的感受啊 你得让我幸福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喜欢梦瑾 可 你得给我面子 你 你带着他们去那儿 打呀 好了好了 晓冬 你们让我这脸往哪儿放 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妈 不许 我没脸见人了 我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来来来 晓冬 晓冬 赶紧把他们送进屋去 郑利 赶紧倒水 好 这都不愿意 这都 来来来 我没脸见人了 你看你又 你看这什么好事又 妈 妈 你想什么呢 是不是还得想中午的事情 啊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那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要再想了好吗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 往鸡汤里面加香菇 那本来就是你的本质工作 如果我们请你来我们公司 做营养师 而我们的菜股 却没有一点点变化的话 那你说 我们请你来的意义是什么 是我忽略了 有人会对香菇过敏这件事情 我应该提醒大家一下的 都怪我 过敏源本来就有痕 也许连那个人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对香菇过敏 或者说他知道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在意 所以这一切发生的事情 都是意外的事 跟你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好吗 不要再想了 快吃吧 再不吃全都被我吃光了 我真的吃不下 不是吧 你真的打算让我一个人 把这一锅菜全部都吃掉 我可不想真的跑时间 听我的啊 你做得真的很好 你没听公司的职员 对你的心菜不好 并不断吗 不管怎么说 今天谢谢你 帮我结肺 谢谢什么呀 快吃吧 来 来 吃这个 媛媛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我实在太想你了 就让我再看你一眼嘛 就一眼 来 难道我们就真的回不到 从前了吗 感情原来这么脆弱 那不是 好了 你快进去吧 晚安 两个人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不会是 路上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 明天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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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今天去找吴美姿了 你真是妈的乖儿子 孙阿姨打电话来 吴美姿的妈妈说 看哪一天找个时间 安排一次双方的父母正式见个面 双方父母为什么要见面啊 可能是想要谈一谈你们结婚的事吧 结婚 嗯 才见两次面结什么婚啊 昨天跟吴美姿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美姿有说啊 她说你亲自去找她 她觉得很感动很开心 她还说她 她很喜欢你 她很喜欢我 她脑子没问题吧她 天佑 你这么做妈真的好高兴啊 如果你真的能够取到 诗婷路雅的千金 妈一定一定会对她好 对你我也不会再为难你了 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听她的 就是整个家都交给她 我也绝对没问题 我保证 这潘妈妈也确实有点过分 你说丈母娘反对女婿 你这种事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呢 不过安享冬这次啊 还挺爷们儿的 够男人 她冲丈母娘那儿大吵大嚷啊 当面指责她欺负你 真的 当然是真的的 我送她回的家我就在场 算了 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 没有 好 你结束了 你再跟我展开一段 轰轰烈烈的姐弟恋吧 你再说一遍 开玩笑 在孤儿院长大 在美国闯荡了办事的 梦洁女金刚 沟洁女金刚 得死了 憋死我了 是啊是啊 說了就是啊 我也快被憋死了 你看他們 不分清紅燒白 就把我打成這樣 我現在胳膊還疼呢 還說我追 我追他們媽 這哪兒跟哪兒啊這是 有父母親人 真的是狠心 總是有人撐著藥 不管你遇到什麼困難 不管你是對是錯 他們永遠都無條件地支持你 世界之大 我怎麼就找不到一個 可以站在我身邊的那個人 姐 你別難受了 其實 我一天都不耐燒 我一點都不耐燒 乾杯 乾杯 來 來 媽 我 我昨天晚上真是喝多了 說了不少胡話 您千萬別生氣啊 看来你真的是酒后吐真言 不是不是 妈 您知道我这酒量也不行 我自己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您别往心里去 我没有往心里去 昨天我态度也不好 话也说重了 你也别伤心 向东 我们老这样僵持下去也不好 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呢 我想帮你安排相亲 相亲 是啊 多看看其他人 你也就知道你孟老板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已经安排好了 今天就去 妈 这 你快去准备准备 干什么呀 干嘛 姐夫 你要去相亲呀 谁跟你说的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不 妈不是让你去相亲的吗 你们偷听 姐夫 你也知道啊 在这件事上 我是绝对支持你们的呀 所以呀 要想说服妈 只有拿出诚意 妈 我怎么拿出诚意呀 去相亲呀 去相亲 小点事儿 你就去看一眼 然后就说不喜欢 那妈也不能逼婚吧 对对对 在这件事际上 你得讲究策略 有迂回战书 迂回的吗 迂回啊 迂回 迂回 我知道了 好 没事了 好的 齐董好啊 换营养师了 是 昨天来相班了 您好 您好 我叫安启元 做得不错 加油啊 谢谢 您慢走 诗婷诺雅集团的董事长 他年岁已经高了 想呢 尽量把他小女的婚事呢 尽快办了 这样也了了他一桩心事 这这这 干吗这么着急呀 他们两个 才见两次面而已啊 虽然只见了两次面 可是啊 两个孩子啊 特别投缘 这是多难得的一件事啊 再说了 像他们这种家族企业 要是办了白事的话 可就三年都不能办红事了 这是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会有这种想法 那人家是大乎人家吗 特别讲究那个什么 风水啊 风俗啊什么的 而且啊 他们还专门找了大师 给两个孩子 合了八字呢 还定了良辰吉日 特别靠谱 这说句不好听的 人家姑娘 虽然是年纪大了点 可好歹也还是个姑娘啊 咱们能让步的 也就让让步吧 您说是吧 什么事 安启远 我有话跟你说 不辞职吗 坚决不辞职吗 这个问题 昨天好像已经说过了吧 十万块 还不够吗 安启远 我会让我妈给你找份 更好 更体面地工作 所以在这个事情闹大之前 我求求你 离开公司吧 我现在真的已经够烦的了 你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什么意思 就想着用钱解决一起 冷漠 自私 你说 你们认识啊 不认识 怎么会呢 我们刚刚开完早餐会议 所以有事情要跟营养师 商量一下 是吧 那个齐总 正好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去你们办公室谈吧 走吧 走吧 你脑袋被水泡坏了 我觉得我昨天的话 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你还要结婚 你跟我开玩笑吧你 喂喂喂 你不要告诉我 说你对我一见钟情 离不开我了 把我救出来吧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什么救出来 把我从那个家里 救出来吧 什么意思啊 我一分钟 在那个家里 也待不下去了 到底 为什么呀 我接下来跟你说的事情 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替我保密 就算我们不能结婚 你也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Jackson 我 不是视听路亚董事长的婴儿 啊 我的亲生父亲 不是视听路亚的董事长 我是我妈 在外边生的孩子 这 没想到是吧 是 是有点没想到 不是 是真的假的呀 不不不不 你别哭 别哭 我最怕别人哭了 我最怕别人哭了 好 我明白 既然你这么信任我 跟我说这些 不过 你家已经知道你的身世了 那你妈怎么在吴家继续待下去啊 像我们这样的大家庭 如果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了 公司的形象 公司的股票 都会受到影响 我爸和我妈 名义上住在一起 但其实已经分居很多年了 而且 我爸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 所有的潜力和物力 都是老爷出的 而我老爷 现在还暂时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父母感情不好 可怜的都是孩子啊 不被祝福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被接受得在那个家里长大 从来没有人 把我当成那个家里的一份子 是啊 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只要一看到我 就会想到我妈妈的光荣实际 可是你知道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吗 我爸和我哥 对我冷淡也就算了 可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 把我生下来的人 也一样讨厌我 讨厌到恨不得让我永远消失 所以我每天都在想办法 离开那个家 我不愿意再陪着他们虚情假意 不愿意再看着他们的脸色 我很可怜 是吗 不好意思啊 我求你 你帮帮我 我 我 我求你了 把我从那个家里叫出来吧 好好好 你先 你先喝一口橙汁 好不好 放松一下 好 你说以前呢 咱们在家的时候 在菜市场里买过挂面 才几块钱 现在自己做原来那么难 看来呀 我是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坦白地说呢 你做饭的味道 确实不怎么好吃 怎么了 你做饭不是也很难吃吗 还说我 你不是也没学到 你爸妈的手艺吗 早知道那个这 我想到了一个天才的办法 看 什么办法 什么 不行不行 这太冒险了 你胆子也太大了老婆 有什么问题呀 反正也是倒数第一 你也得怕什么呀 不不不不 你看大嫂子亲大哥 怎么了 没见过人接吻吗 我们俩不接吻 怎么把校风生出来的 这么大岁数了 还这么有情调 真是的 别胡思乱笑 没经历了 丹钩 aste 家疯 是吗 潇潇 露缓 画一 就在前面 打扮那么正式 这要去哪儿啊 不会是 你们来得早啊 才来一小会儿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女婿 安向东 你好 你好 请坐 请坐 坐 坐 那这位是 就是我之前跟你讲的那个女孩 好 挺合适 很般配 我 我喜欢 您喜欢有什么用啊 关键得你去喜欢是吧 是 是 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男人 很想动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气死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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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喂 是我 有事吗 你这什么态度啊 算了 我现在在你公司楼下 你马上跟我下来 我有事就跟你说 败了多少 十万了 你不是说十万吗 一会儿不用说特别多的话 把钱给他就好了 知道 这道理我当然懂 赶快回去上班 给别人看见的不好 那你败好了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去去去 这臭丫头 都不知道这十万块 是你老妈的血痕迹 您找我 打开看看 这是十万 一张不多 一张不少 你给我钱干什么 辞职 我要你回去 马上辞职 工资也替你找好了 是现在工资的两倍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非要把我从这里赶出去啊 没有什么秘密 就是我们家天涯 看你看得烦死了 所以给你钱让你辞职 来 来 来 你 你给人家乱 来 来 来 走 数清楚了 可别回头跟我说不够 那不是天涯的妈妈呢 你们只会用钱污辱人吗 你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吗 这是十万 十万 十万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十万不够 一百万也不够 一千万门都没 我不会让你得逞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天涯妈妈 天涯妈妈 怎么这么巧啊 我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遇到这么个 养不起的白眼狼 夜心无限大 我跟你说 不管对他再好 他永远都不会记得的 那女孩 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一言难尽 刚才那女孩子 是你儿媳妇 准确地说 她是我的前儿媳 我本来是想找个机会 好好跟你说清楚的 可是没有想到 你刚才就先 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 我有两个孩子 天涯他有个弟弟 这么说 您儿子已经离婚了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刻意要隐瞒这个事情 毕竟 家丑不可外扬嘛 我自己呢 是个单身妈妈 那 我的儿子现在又离婚 你说 你说天涯他心里 一定是不好受对吧 是呀 天涯真不容易 怪不得这么懂事 秦夫人 你能够体谅 我真的是太有福气了 我应该说 是我们家天涯太有福气了 能有你这么一位理解人的婆婆 那个我刚才看见那女孩子 跟您的关系比较紧张 是不是他跟你儿子离婚的时候 不是那么平和 我这个儿子 孝顺又懂事 可是 没想到这个女人嫁到我们家之后 我们家就没有过过清静的日子 而且 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嫁进来 他都是为了钱 这 这更气人的是 他在外头 总是跟一些男人扯些 扯些不清不楚的关系 什么 扯些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 真是看不出来 这女孩子面上乖乖的 真是难为你们全家了 本来以为 这两个人好不容易离婚了 总算可以摆脱了 可是没有想到 他现在竟然和天涯 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你说我们天涯他心里能舒服吗 就是呀 所以我今天来 是求他 让他离开公司 我还特地为他准备了十万块钱 给他做补偿 可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还嫌少 你说我生气不生气啊 什么 你给他十万块钱 他居然嫌少 他居然嫌少 怎么有这种女孩子的 他叫什么名字 在哪个部门呢 在哪个部门呢 没事没事 就家里这点事情嘛 我自己处理就可以了 秦夫人 今天这个事情你听听就算了 我不想给你添任何的麻烦 我明白 家仇不可外仰嘛 是啊 是啊 真是难为你了 当老师好 还是大学老师 这多好啊 每年还有寒暑假 工资照样发 太好了 哪儿就是好的媳妇啊 对对 我们向东有福了 向东 是吧 而且呀 你们两个都是丧偶 都有一样的痛 一定很有共同语言的 我想问一下 你那前夫是怎么走的 怎么 妈 是 对 你们自个儿聊 你看你说的 他们两个都不好意思了 要不咱们两个先走 让他们多聊一会儿 省得当着咱们的面 咱们不好意思 好好好啊 聊 聊会儿 那你想吃什么 喝什么 尽管说 小冬买单 小冬 好 表现啊 好 我们走吧 走 好好表现啊 挺好 挺好的 不是我说你的 该说的不该说的 一顿乱说 多好的机会 多好的女孩子 是吧 说什么还是山盟 现在不是一转身 就去找别的女人了 我 我其实是 我听介绍人说您前妻去世了 对 孩子生出来没多久 她就走了 是生病还是意外 是生病还是意外 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这个 不好意思 你看我这 我在大学里我是教法律的 所以平时工作态度比较严谨认真 所以问问题就 就比较不过脑子 所以比较直接 没关系 没关系 您千万别介意啊 如果您觉得 现在不方便回答的话 可以等我们熟悉一点 等我们熟悉一点 你再回答我 也好 也好 您好 您的奶茶 谢谢 好烫啊 她伤到没有 我来帮你藏啊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你也来 你来 我来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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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去洗手间 把裙子弄一下 等等等等 来 先挡一下 先挡一下 那谢谢了 我怎么这么鲁莽 真是的 人家会不会以为 我真的喜欢她了 小 晓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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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你 你听我解释 这是误会 真的是误会 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误会 没有啊 我还得恭喜你呢 又年轻又漂亮 敢先找个女儿啊 骗子 在骗我 你听我说 你干什么 你别碰我 刚才碰过别的女人的事 我还嫌脏呢 又擦裙子 又系外套的 这么暧昧的动作 我怎么信你啊 你 别过来 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我不该对你这样的人 用真情 晓芹 你来干什么 为什么没有收下钱 我已经跟阿姨说了 我是不会接受的 你是嫌少吗 安齐云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 你和天佑离婚 是我妈妈的错 是她在中间脚搏 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 你可真够会装的 你早就应该离开我们家了 是啊 别说十万 就算一百万 一千万 我也不会辞职的 你凭什么这么有底气啊 我又没做错是吗 我为什么没有底气啊 相反 没有底气的人 应该是你吧 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件事情 报复我们家 说 说啊 是不是 当然不是 该说的话 我都已经说完了 行了 我还有工作要忙 不送 毛老板 毛老板 我来吃饭来了 不在呀 这是想饿死我呀这是 孟洁 孟老板 你可算回来了 孟洁你听我解释 孟洁你听我解释 好不好 你听我说 孟洁你给我站住 你是在命令我吗 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直接判了我死刑 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 公平 我为了你受了你们家多少的误解啊 你一转身就去跟别的女人相亲了 我 暧昧而又主动 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对我来说是公平吗 我那是被丈母娘逼着去的 我去赴约也是为了应付了事 孟洁 你完全误会我了 不行 你得给我道歉 你背着我去跟别的女人相亲 凭什么要我跟你道歉哪 你居然背着孟老板去相亲啊你 徐老师 我真是被丈母娘逼着才去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找什么相亲对象 徐老师 你过来你过来 我跟你说啊 她跟那个相亲的女人啊 贴得这么近 还去把人家擦裙子 你说是不是喜欢人家了 这就是你的不对吧 人家孟老板多好的人啊 你要好好珍惜的 徐老师啊 玩笑都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了解吗 她真是误会我了 别说了 你还不了解吗 徐老师 今天当你的面 我赶快说清楚 那行了 我们今天做的了解 小心点吧 那是你 你会成这样还能自己回家吗 我当然可以自己回去了 我是谁啊 我是不怕困难 勇往直前的安齐元 谢谢机超人临危相救 送我回家 祝好心情 安齐元 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原来你还有别的约会 这是一个误会 我根本就没有骗你 我不行 我不想跟你吵 手机给我 我要看看你们两个人 昨天打了多久的电话 有没有发马上转信 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 你们自然的一个电话 那我们就分手了 我们就分手了 爱你让我 像孩子一样 既然忘了 要懂得牵强 让我 爱了 恨了 散了 散了 别够了 我 却还不能 带走 一生